那同時另外在另一方面 可以看到在阿聯酋的部分 現在也退出了美群 那麼這是在這個 6月2號的一個報導 表示說阿聯酋最近宣布 兩個月前就退出了 由美國在海灣地區成立的 聯合海上力量 那麼這個聯合海上力量 事實上是由1-38個國家 組成的特遣部隊 那在這邊在退出之後 也立刻加入大陸跟海灣四國 組成的聯合海軍 包含了有沙朗 沙烏地 阿拉伯跟阿曼 清明哥 現在中國它進入中東的力量 已經讓這個美國 退出中東之後的美國 沒辦法擋了 所以沙烏地阿拉伯跟這個 還有包括伊朗 然後跟這個阿曼 他們本來就有一個 這個四國的聯合海軍的一個行動 等於現在再加入 第五個國家阿聯酋 就是我們一般在講的 阿拉伯聯合大公國 左眼裡你看阿拉伯聯合大公國 以往跟這個沙烏地阿拉伯 是不太對盤的 那今天中國一方面可以化解 之前可以化解 你看到這個沙烏地阿拉伯跟他周邊的這個國家的敵對 尤其是你看伊朗 伊朗可以跟沙烏地阿拉伯同時在這個四國的組成的聯合海軍 做這樣一個聯合海上力量的 他的一個這個組織跟巡演 你就知道說美國因為他一昧地把所有的資源都投向在以色列這裡 他沒有辦法把中東的複雜的局勢真正的去調解開來 反而自私一分 而中國成功的調解這個中東地區的這個權力真空 這個美國退出之後的權力真空狀態化解了伊斯蘭世界的這個 沙烏地阿拉伯跟這個卡達 阿聯酋還有包括伊朗在內這幾個不管是遜尼派也好 或者是這個其他的這個穆斯林教派 他們之間的 喔 之間的衝突跟這個矛盾 那反而中國可以凝聚這些力量 我覺得中國現在在中東的崛起啊 不是只有南海 他想要突破這個西太平洋第一島鏈 在中東的這個趁希爾路啊 會讓美國現在大概 你後悔 想要介入再回到這個中東地區 然後甚至想要用軍事援助去援助 沙烏地阿拉伯跟其他的國家 恐怕也來不及了 因為他已經退出了這個 美國群體的裡面 從這個海灣成立了一個聯合海上力量了嘛 從這個波斯灣地區 和母之海峽那邊 因為當時這個 聯合海上力量其實就是為了圍堵伊朗跟伊拉克而來 我相信中國開始跟這個阿曼 還有沙烏地阿拉伯 阿拉伯聯合大共和國跟伊朗 從這四個國家 中國跟他們合作之後 慢慢的也會把這些沙林 卡達 這些其阿曼這些國家 中東地區那幾個國家 慢慢都會拉進來 當他還有包括科威特 甚至伊拉克 當他這幾個國家 慢慢把他壯大的時候 就是美國你再回去 要抵制中國的時候 恐怕不容易了 這個就是美國他自己 不過美國大概最近這段時間 他也無所謂啦 因為他的重心 已經從這個西轉向東 那就是抑制中國 然後西就是由烏克蘭去牽制俄羅斯 然後其他的中間 他中東有點 等於是中東有點放掉一些了 那中國海事局 甚至在這個5月31號 他這個聯合 聯合的這個巡航 對 在這個中國海事局 5月31號啟動聯合巡航 也派出多艘的艦艇 針對南海海域的巡航 那麼當中大家關注 最顯著就是規模最大 萬噸級的海事巡邏船 海巡09 我覺得這個要特別注意 因為海事級的這個巡邏船 它的這個海巡09 它是吃水量很深 它的排水量很深 可以到這個排水量很高 可以到這個1萬多噸 那這樣的一個大型的 海巡09巡邏船 它可以減低在這個南海 解放軍的海軍的 大型的這個軍艦 它的一個軍事上的 衝突的敏感性 那以往這個海巡09 它不太到南海 去做這樣的一個巡邏 它頂多就是在東海 或是在其他的這個海域 當它出現在南海的時候呢 它就是要化解美國跟菲律賓 用軍事方式來因應 中國的這個各種動作的時候 它不是把菲律賓的國防部長 甚至把菲律賓的這個總統小馬克斯 都告訴他們說 我們用會加強你們的這個武裝啦 而且美飛之前捲並肩的 這個聯合軍演結束之後 他們又在這個飛國的 呂宋島的北端 試射了這個飛彈 跟這個多管火箭系統 還有包括海馬式火箭 那當中國用這個海巡09 這樣的一個 不是這種第一線的海軍 而是第二線的 等於是第二海軍的方式 去因應你的時候 用下勢對上勢 它除了想要降低 在南海的軍事衝突的緊張之外 他現在試探說 美國你會怎麼做 因為現在美日澳飛 或者是美國這個AUKUS 跟這個澳洲和英國 他們所打的這些同盟 他就是針對中國用軍事方面的 這個拳頭去備戰 而中國開始用這個海巡單位的艦艇 去做這樣的一個因應的時候 你會看到 他的解放軍的海軍 全部都在他後面做支撐 那美國要怎麼動 而且這是最新的 是在上個月最後一天 才發現的這樣一個情形 而海巡09也跑去跟這個解放軍 他的南海海域 做一個重疊性的巡弋 我相信包括海巡09在內 一定是跟這個解放軍的幾個艦艇 在一起做聯合軍演 還有剛剛我漏掉的上禮拜 這個他們的這個兩棲登陸艦 071 071的這個兩棲登陸艦 也出現在我們台灣東部海域 從花東最近的地方離花蓮甚至很近 然後他從花東海域 要往這個日本 宇納國島的這個海域去 071以往在這個麥卡錫跟 培洛西 這個事件發生的時候 麥卡錫跟蔡英文在美國見面 培洛西來台灣 本來071都沒出現過 因為那是一艘兩棲登陸 兩棲攻擊登陸艦 它的排水量是25000噸 它可以在船上可以載900名 中國大陸的海軍陸戰隊的 兩個營的兵力 那也可以載四艘726的這個七點登陸艇 那還可以載它的主戰坦克 還可以載它的其他的這個武裝 所以 當071也出現在台灣東部海域的時候 當然解放軍那邊的軍事專家 傳回來的訊息是說 要讓台灣四面八方環海 都可以變成一種登陸的場域 但是很抱歉要告訴他們 東部很難成為登陸海域 但它那個就會有一個軍事的 象徵性的意義 就告訴你說 海巡09我出現在南海 071我出現在 出現在西太平洋 台灣東部的海域 甚至往東 往東邊往東海的方向走 解放軍的各型的軍艦 還有第二海軍 就是海巡的這個艦艇 對於美國和其他的盟國 就會形成一種違和 就是包圍的圍 合作的合 或者是合圍之勢 把它包圍起來 要突破第一島鏈 所以現在是藉由 江格里的安全對話 想要封鎖住著中國的 另外一方的這個同盟成型的 那現在另外一方就是中國結合 雖然這次俄羅斯 跟其他幾個國家都沒去 但是他結合幾個國家 要去反制美國 所以兩大強國的對抗 在這次的相會 我覺得完完全全展現得好明顯 好 持續再請教靖靖靖靖 我剛剛講說 這個像是飛彈一樣 我用這支筆來形容 它就像你在水裡面 是不是打水漂 從那岸上打水漂 它會這樣打到那個水面 這樣彈一次 再彈一次 再彈一次就可以彈很遠 就是那個原理 所以有人叫做水漂彈 就是好像 只是這個水漂的過程 是在大氣層發生 接近大氣層的 助推 然後彈跳 再助推 再彈跳 然後這樣子 利用兩三次的這個狀況 當時V2我現在研發出來 大概是4.8馬赫左右 那很快的你就這樣可以把射程延伸到美國去了 希特勒是希望這樣子 然後所以桑格爾就提出這樣的原理 當然二戰結束了 希特勒的這個野性跟夢想沒有辦法實現 好險沒有辦法 要不然二戰結束搞不好被逆轉 那總而言之 二戰結束之後 這個人家就提出來說 這個尤金三個提出的這個就是三個彈道 那也就叫做我剛剛講的水漂彈 後來華人的科學家後來也這個回到了中國 變成他們兩彈一心的這個支付的前學生 那時候還在美國 他還沒有被美國迫害給逼走的時候 前學生那時候代表這個美國跟他的老師 這個馮布恩啊 他到了這個歐洲到了德國去